哈喽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我本科的是学化学的 2010年就跑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毕业之后呢 就一直都在做影视相关的东西 在中国其实你已经有项目在做 我觉得各方面都应该机会还不错吧 对 还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再过来这边呢 我就是想让我自己的那个范围更广 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在最好的地方做最好的项目 国内你要发展不好 美国会更难 我觉得因为美国竞争也是蛮激烈的 怎么在这种空间里面生存是更难的 所以我觉得难也有机遇 对 它就是一个 在某些方面难一点 但某些方面容易一点 比如说你产业化一点 你要找到一些专业的人跟你合作 找编剧啊 找制作那些团 那可能会更专业 而且效率会更高 那你要说这它的优势 缺点肯定就是 那说到效率的话 你会觉得这边高吗 呃 我觉得看怎么去界定吧 对对对工作时间很短 对对对 他们工作时间不长 但是我觉得专业度高 就导致它还是 对还是标准化的东西 对对对 是 在比如说这边的前期工作 会做的更足一点 对 然后后期就 虽然感觉时间没那么长 对工作时间很短 按部就班就把事情做完了 是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话 就时间很长 当然就赶的量会很大 但是有时候也会浪费时间 就这么长时间 其实有些也是浪费掉的 有些事先准备不足啊 或者呃 因为其实大部分项目都很赶 就国内项目就做的还挺赶的 但这边的话 我觉得大家相对而言比较从 相对从 对对对对 大家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这一块做好 然后怎么有统筹的人在统筹你 把它再结合起来就好 国内也是做项目 也是有人统筹 但是那个量啊 就是就很大 就是你能理解 就是拍片一边搞创作 但其实心里是很紧张的 就是因为你感觉 今天这个量一定要把它搞完 不然的话 你后面就没时间再回来 就是比较转 非常紧张 我是觉得就是 所以拍摄的时候 整个人是紧的 就是我经常吃饭呢 干嘛都没有太多心思吃饭 嗯 就是 是 对这边的话 我觉得他们还比较chill 就是拍片 对这边 对 演员就更加吃了 对对对 我之前有做过制片嘛 嗯 然后做制片的时候 不管是在国内也好 在这边也好 都很紧张 你作为制片人 你就没有办法放松 你就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妥 随时都可能有问题 可能哪里要再检查一下 check check 然后再想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不断重业 不断重业 不断重业 就停不了 啊 就是 其实好像把事情安排完了 但是总是担心 所以你就在抽烟在想 哈哈哈哈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我不做了 然后其实演员也是我真的还是从很早就喜欢的东西 只是一直躲在幕后不敢出来 啊 后来这样慢慢熟悉的就出来开始做 挺好的 我觉得 就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是这样 比如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 他们总是做一个什么编剧啊 做个什么 他其实最想做的就是做电影导演 但他就是不说 要绕着曲线 就去绕 我说你没必要绕 因为绕其实你也要付出很多代价 你不一定绕就能够那个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一点 我觉得美国人 委婉 他们就很直接 对 中国人太那个就是不敢怕失败 其实有点那种爱面子 对 其实无所谓 对 现在我也好多了 就包括我去上课 我也面临很多挑战 嗯 面临很多挑战 我就硬着头皮就去 反正就到时间就上 然后停停停停 啊 然后该怎么样 对 现在有感觉好 那个课时间很长 是不是啊 呃 你说单节课的时间还是整个program 整个program是两年 哦 那真的很 我们是一开始是有 不 当然这个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坚持不了 就是或者说有人觉得 没必要坚持 或者说 我觉得我学到我的东西 就就走了 当然这个课程 并不像大学里面的 呃 那么那么有体系 或者说那个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培训 就是表演方面的一个训练 训练 训练的话 就更多的时候 你自己要脑子里有你的计划 我现在要学什么东西 是吧 那这个计划是两年 那我们最早的时候是30个人 嗯 现在就是大概7个人8个人 就很正常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嗯 但对我来说 因为是第一次上那个表演课 然后 所有的我都觉得挺挺值得的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教育 好像确实是没有把体系放得最重要 它更多的是在individual上 就是你的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我觉得我 当然我看到的也不够全面 因为我也不是从电影学院出来 然后经历了那么多 大概的感觉就是 这边是有所有东西 你要学的东西都有 所有的课程都有 但是可能你未必有一个很明确 你该上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是 就是要有一个 对 或者说有 比如说演员来说 你有个好的manager 可能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也是一方面 但是新人是不是一般也不会有人愿意去做他的manager 会呃也有 也有 因为那个大的那个manager 或者大的agent 他做大的演员 对对小的做小的 总有 那么多太多了太多了 对所以都能cover 挺好的 我觉得蛮好 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就已经 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 是 还蛮开心的 嗯挺好的 那你现在开始在这边了 刚才你说你在开始在做一个 这边的项目 这边还没有 因为我是在有个国内的项目 我是在 还没完成 对对 还剧本完了 但是还要继续去改剧本 去推进 这边的话 我是想 呃就是 还是要去多观察这边的 呃 因为像我现在就是有那个电影的月卡 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看电影 然后也去多看 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都是看什么 然后 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不同的时期排片规律什么 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去摸索一下 嗯 这边的电影的一些形态 嗯 其实也蛮多元 其实很多元 比中国要多元很多 那我想了解的是你 选择来这里 你肯定有一个相对长一点的想法和计划 就是说你 能大概说一下你的 将来的几年 其实我 三五年 对对对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 呃就是说我不是说 呃要规划一下 因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电影 所以做电影永远就做 从开发开始做起 嗯 所以说白了就是我 相当于就把自己的触角 就是那个雷达呀 都开着 然后就随时有好的题材 不管是 呃IP的 还是一些真人真事的 就是我就慢慢去找这样的一些题材 一旦有我就去把一个题材拿去做开发的可行性的一个 嗯 因为我们开发其实是有一个流程嘛 嗯 就一开始会去看它的可行性 然后去分析它的这个市场啊 嗯 再去看一下它这个东西做出来 嗯 呃的可能性 然后再去找一些合作的人 嗯 一起去聊一聊 然后再看一下它开发的方向 然后去开发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未来其实就是做做做做电影像 嗯 就是我觉得 嗯 没什么 就是我就是 因为像很多人都会有个什么职业规划呀 或者是什么规划 嗯 工作的规划之类的 电影就是你的方向 至于说题材是做哪个 我是完全开发 或怎么做 你都 刚才你说的 你把所有的触角打开 我就能理解了 对 因为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嗯 不管是内容 包括合作的可能 包括开发的可能 这么所谓 你都在触角去了解 是的 对吧 你可能你今天接触了一个制片人 你会对制片这边你会深入的去多些了解 还是多找些 对 然后制作方面 你也会 对对对 内容上 然后包括发行啊 或者说 嗯 就是全方面的吧 对 但是我的重心其实就是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做下 把一个一个电影做出来 对 其实就这样 嗯 因为像任何做那个创作者导演 他的生涯都很简单 包括 就一个片子 完了一个片子 然后发现开发了一两年 哦 失败了 那再来一遍 就很正常 对 你这么一讲 其实是蛮简单 你不用那么复杂 不用规划 没有什么规划 你看特别 我们就简单来梳理一下 比如说你做导演 嗯 有一个好的故事了 有个想法了 你就怎么可行性做好了 最后就去拍了 对 不管是低成本也好 还是怎么投资也好 先做 总有一个方法 做出来之后 哎 电影节认可了 那你有更多的机会 或没有你从中学到东西 再怎么去改进 是吧 一个一个做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做 我觉得其实 就对于电影的创作者 不管是摄影演员 还是导演 一样的 大家就是 所有的就是要做 就是要做 你不做就你光想 或者说光去 那个上课也没有用 我觉得创作是最重要 就是训练和创作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看书和听是不够的 你就听别人讲也好 或者是你就看书也好 当然是一个 是一个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你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要自己去创作 像我们平时就看 看到好故事啊 或者看到马上就把版权先锁定 先锁定一段时间 然后就慢慢开发 反正我现在开发的项目也是 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一个 他看到一个故事 我觉得真人真是蛮好 讲的是一个临终关怀的一个妈妈 然后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律师 对 就是帮他去那个杀人犯的儿子 去做 什么执 片名是吧 片名现在还没有定义 就随便起来一个 就赞用的一个名字 然后的话 反正我一直觉得 当时我看完这个我就挺感动 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版权先买下来 就买一段时间 然后就慢慢开发 你是看到别人的一个故事 真人真事 一般就会去拿一个授权 或者是买一个版权 然后就可以去开发 然后这边的话 我也是想就美国在美国做的话 我的起点 我肯定还是想做一个有东方文化 和那个西方语境的这种冲突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最近也认识了一些人 然后他们有些事情 我觉得也还蛮震撼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我想象不到的 我觉得慢慢我也可以去梳理 是蛮多的 以后我们可以多聊一下这种 包括我也可以介绍一些朋友给你 挺好的 编剧也好 或者其他的 好呀好呀 以后有什么电影节 好呀好呀 我都邀请你去 挺好的 因为我是觉得 反正我就大体这个方向 但是我不会去具体的去局限自己 走哪一个具体的路 嗯 包括就说你 你的一些倾向的一些题材风格 你也没有吗 有 应该有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是 就是跟 当然跟我个人有关 就是我刨 刨除掉一些 外在的 外在的东西吧 就是我是喜欢那种情感比较 就我不喜欢很冷的 我喜欢情感 情感的张力比较足 嗯 就是情绪比较大情绪的这种东西 是我会比较喜欢的 嗯 呃 但有些像有些艺术电影会比较的冷峻 嗯 我可能不太会做一些比较冷峻的风格 我喜欢做一些 有一种跟 就是情绪比较强烈的这种 包括还有些哲学的思考在里面的东西 我会比较喜欢 嗯 就我喜欢有点冲击的 嗯 商业性稍微强一点 要纯艺术片 我可能不太 可能不是我的一个 但我会喜欢别人做的 但是我自己做的话 我会发现 我不是太想做那个类型 OK 嗯 人性的一些这种冲突 文化的各种 对对 各种类型的冲突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也有一些艺术片 比如说一次别离啊 这种就很强烈 嗯 外表看的很安静 但实际上很强烈的 我也是蛮喜欢的 嗯 像李安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导演之一了 就他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很浓很重 嗯 但是呢 又能够去把东方和西方的东西融合得很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一种方向 嗯 看来我们将来有机会合作 啊 啊 我我继续努力啊 看 到时候你能看得上我 去演你的片 我看他们这边的人 好多都是做那个剧集 其实我觉得剧集好像这里的话 因为像中国我是不想做剧集的话 我是觉得那个体量太大了 一搞三四十集 那做起来 啊你说中国的剧集太长了 对对对 而且我这也不看这边你就做个八集 对我觉得这八集的剧也蛮好的 但是我也是在看 因为它其实本质上跟电影的逻辑思路和制作都一样的 嗯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合适的题材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重心还是在 呃电影 因为我觉得电影的体量我好控制 剧的话其实说白了 它的体量还大一些 对 去 比如说 呃电影的话 你可能是在初期你做一些indie 你自己的一些比较独立的项目的话 更好启动 嗯 但对于剧集来说 可能是更加要倾向于商业 有人投资 然后能去卖钱 反正先先做吧 嗯 期待啊 期待 哈哈哈哈 也是在找 因为我刚来也就才三个多月 然后还是在那个大量的接触 这里的文化内容啊 包括它的电影啊 包括剧集啊 这些东西 也是慢慢的感受 看一下它的风格呀 和这边的用户啊 因为其实这边的用户和这边的华人用户啊 就是还是有一些区别 所以还要综合考虑对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是的 哦 还有就是你的英文很好 还好还好 你在新东方做过那个讲师 我在新东方教过十来年了 所以你即便是没有在这边生活过 但是你的英文你一直在做电影的话 你肯定也是了解很多 呃这边好莱坞这边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是具备了 所有的那种成功的元素吧 或者说发展在这边发展的元素 我们因为我们做一群 因为我以前教GIE啊 教SAT 其实蛮书面的 就我发现这里的人 其实没有那么书面 那当然这个是 但是你有这个基础 你毕竟是 不是说一般的小学中学老师嘛 你还是更高级的这个 还好还好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 如果是那种刚过来的 是语言不太好的话 那确实是一个局限 你就可能就限制了你的范围了 对 但是你英文 因为我学习电影的大部分的 我也用英文 通过英文来学 英文的一些视频 以前我学的大部分 就是我虽然是在电影圈毕业吧 但我后来其实大部分的学习电影 还是好莱坞的一些方法 然后也都是英文的文献啊 视频啊 看了很多 对 书啊 是就是我第一次看你的视频 我一个是看到你衣服是USC 然后我就认定你是在这边上过学 学读过研的 没有 然后你讲的东西也是我很容易 就听到就跟这边 有一些老师啊 有些导演分享的东西 是 就是都很接近 就是很接近 你就是这种这个体系的 好莱坞这个体系的 主要是我其实自己学 就都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学 包括还有自己的创作 其实我觉得创作的经验其实也是差不多 我也会用这个方法去创作 嗯 然后包括我也经常会去看这边的导演 他的工作方法呀 他的一些幕后的一些一些技巧啊 包括指导演员 就有不同的流派指导演员 就是导演导演系上 那我也会去看不同的导演 他们的工作方法 其实也是这边的导演 包括我受影响比较大 还是李安的那个导戏的一些一些方法 我觉得还蛮蛮有趣的 就是很多人经常也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去指导演员 一个演员没有经验 我怎么让他有那个表演的经验 然后你怎么样去那个跟演员说戏 让他能够很快的get到这个角色 就是指导演员就是很多人也会问 其实我跟这些导演 就是像中国的那个导演很多方法就是 呃那些导演他会做一个demo啊 或者做一个那个 叫result directing 就是他一 一步步一步 给你演 或者给你一个展示出来 给你一个地图 但是我发现这边的他们其实是 呃其实李安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他导演的方法听话的就是谁 选择大于你说戏 没错 其实你选对了 Casting 对好了 就就就完成了一大半了 是的 然后你只需要告诉那个演员 你的设定和人物是怎么样 然后他到时候怎么样都是对的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困惑 比如说导演的那种各种想法太具体的时候 你就会很困惑 呃因为具体的东西就是行为是无法控制的 对 所以你只要是按照他具体的一个指令去行动 这个表演就会假 对 其实你的剧本 对 你写出来了 对 我理解你的剧本是对的的话 那我做的至少是对在我这个人身上是正常发生的 我觉得导演有一点就是你得接受演员做出来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 因为也许这个是对的 嗯 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比较我我我在拍东西的时候 我会就是接受比如说哎我想象是这样的结果别人做上是那样的 我觉得哎好像这个更对或者这个好 我就会觉得哎 这个应该是更开放一点 你去因为毕竟是也是在创作吧演员也是在创作 并不是说对是跟着你的路去走一下就完 而且剧本的话你们一开始会讨论剧本的或者怎么样 演员其实对这个角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感受 对对对 他按这个感受做出来的他是真真实的动作 嗯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相信我们还会有机会在一起聊 OK 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近了嘛 是的是的 那个 再远就一个小时 对 大家也可以关注Jeffrey的那个视频频道 嗯 那时候我也会放在那个视频下面 好的呀 谢谢 好 谢谢 好